男人受到胁迫 脱光衣服将头放在了木墩上 下一秒 父亲便手起腐落 送男人归了膝 这是一个诡异村庄 名叫脱皮村 在这里生活的村民 举止投足间透露着怪异 然而这里却做了一所 具有神秘力量的修导院 据悉可以帮人实现各种奇迹 男主丹尼尔听完 准备前往一探究竟 挽救自己的神秘 丹尼尔是某位应用程序的创始人 拥有着上亿美元的身价 但天又不测风云 人有获悉但夫 丹尼尔在一次体检中 检查出自己患有脑癌 药食无医的情况下 他变得自保自欺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得知了脱皮村女修导院的神奇之处 于是丹尼尔准备死马当作活马医 前去试一试 可前往女修导院 有条不成文的规定 必须要三人同心 丹尼尔随即在网上发布了队友招募 没过多久 便有几人出现 他们分别是即将被辞退的媒体记者麦克斯 为了能够扭转现状 他决定前往修导院一探究竟 写出一篇爆款新闻 女孩卡加 她因为害怕衰老 开始不停吃药 结果便掉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导致未婚夫在结婚前夕与她分手 为了摆脱药物以及心理上的折磨 卡加毅然决然要前往女修导院 下一个年轻女孩索尼亚 她来自一个传统的东正教家庭 父亲的严厉教育使她变得压抑 终于索尼亚在一次与父亲的冲突下爆发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正好看到丹尼尔的招末 便跟着来到火车上 最后登场的是一位车身女子艾莉亚 受到家族观念的影响 她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婚后对方家暴 艾莉亚难以忍受 为了躲避丈夫 她藏于情人家 却还是被对方找到 丈夫见妻子出轨 一气之下与情人扭打在一起 艾莉亚想要帮忙 逃出手将瞄准了丈夫 没参想 就在抠动班级的一瞬间 丈夫一侧身 子弹穿过她身旁 珍重底下的情人 就这样 艾莉亚误杀情人后 慌忙逃离了现场 在机缘巧合下 看到丹尼尔的招募队友信息 并一同踏上了火车 就这样 五个不同情况 却有着相同境遇的少男少女们 踏上了这趟 寻找神秘女修夺院的旅途 殊不知 异常危机 正在等待着几人 火车上 众人举杯畅饮 九过三巡 大家都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玩着玩着 在酒精的催动下 卡加与麦克斯搞到了一起 混乱的一夜过去 他们是在第二天 清晨抵达脱皮村站点 等火车停下 众人一下车 顿时傻了眼 只见周围一片荒芜 连个站牌都没有 女修道员 距离这里相隔两公里 好在丹尼尔在来之前 找到了一位接车司机 不久司机大胖 开着他那二十手的小火车出现 将五人塞进汽车 驶向脱皮村 这一路上大胖表现得很兴奋 像个话牢一样问东问西 除了麦克斯外 没有人愿意打理他 就在这时 前方道路上突然出现一辆汽车 大胖见状猛打方向盘躲避 汽车当场冲进沙坡 陷入沙土中 好在车上人没大碍 只是令所有人感到奇怪的是 主驾驶位置上的大胖不见了 众人来不及多想 丹尼尔发动汽车 打算离开此地 却发现汽车深陷沙土无法脱身 手机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大家只好另辟蹊径 想办法进行自救 卡加跑到公路上 寻找其他车辆帮忙 其余人则留在现场看管行李 不久一辆卡车从远处驶来 卡加急忙招手拦车 对方却无动于衷 无奈之下 卡加采取了最极端的拦车方式 下一秒 卡车司机便一脚刹车踩死 招呼卡加上车 只是他并没有注意到 卡车后车箱里装着一具棺材 随着司机驾车来到现车点 在他的帮助下 众人成功脱困 回到主路上 修整过程中 卡加注意到丹尼尔变得有些异常 只见他全身赤裸的走进周边小鹤 精神变得有些恍惑 在卡加的呼喊下 丹尼尔才勉强恢复理智 一群人回到车上 针对大胖的下落展开讨论 有人说他走了 要开车离开 也有人说他寻求援助去了 留在原地等他 最终大家经过投票 决定先开车离开 前往头皮村 麦克斯随即发动汽车 朝着脱皮村方向行进 经过一个小时的行驶 终于抵达所谓的女修道院 只是眼前的破绽 令所有人感叹 他们是不是来错地了 女修道院整体破烂不堪 看起来早已无人居住 但秉承着既来之责安之的原则 纵人还是拿着行李 走进去查看 发现里面有人类居住的痕迹 并找到几个房间 丹尼尔在品尝完桌上水源后 眼神变得迷离 这时他听见房间外传来动静 打开门查看 发现一个老头 在墙上刻下一行字 当着丹尼尔的面要自杀 丹尼尔看傻了眼 下一秒 老头来到丹尼尔面前 把门狠狠关上 似乎完全没看见门后 偷看了丹尼尔 然而 这座修道院的诡异事情还在发生 等卡加注意到丹尼尔时 对方今生恍惚 开始自言自语 卡加拿出镇静药 给丹尼尔服下 对方才稍微有所好转 事情发展到这里 众人意识到 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 大家带着行李离开修道院 返回火车站 没曾想 途中弃车没有 破语无奈 众人只能弃车 眼见太阳即将落山 丹尼尔他们 只能前往修道院附近的脱皮村中 在一个老夫人家中借助 老夫人得知丹尼尔几人 失去修道院后 联盟询问 是有人死了吗 众人一口同声表示没有 老夫人见状 没有再说什么 他开始为众人准备蜡烛 棉被等物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村落里 依旧没有信号 一个活生生的人 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迈克斯在村口遇到一个独眼老人 上天询问是否见过卡加 但对方却什么话都不说 完全无视迈克斯 最终几人将村落找遍 都没有发现卡加的行踪 不仅如此 大家还发现村里除了老夫人外 没有一个人打理他们 同时几人还注意到 在村落的墙上 刻画了一些奇怪符号 迈克斯因此对整个村落充满好奇 想要留下来调查清楚 丹尼尔则表示 找到人后立马离开 这里情况不对 就在这时迈克斯在村落里发现一位警察队长 随即寻求他的帮助 队长得着情况 带着众人进入树林寻找 途中一滴血滴在艾利亚额头上 他抬头望去 一个个麻袋被吊在半空 队长将其打开后发现 里面居然装满了血淋淋的狗头 竟然被吓得够呛 并怀疑这片树林里有变态杀人筐 想到这里 众人就不由的开始担心了卡加的安危 就在这时 艾利亚注意到远处站着一个男人 急忙追了上去 奔逃过程中 男人脚下一划 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将艾利亚追来 男人掏出了匕首 艾利亚也不吃闪闪 从包里拿出了手枪 男人见识不瞄掉头就跑 艾利亚一路追着对方来到他家 这时 男人二狗的父亲举着枪从屋子里出来 二狗见状跳起了嚣张的舞蹈 父亲老白警告艾利亚 不准踏入自己的领地 此刻 丹尼尔出现 用一包烟 化解双方之间的剑拔弩杖 二狗告诉他们 不应该动那些装着狗头的袋子 因为那是他们主人的东西 至于主人是谁 二狗没有说 随后 二狗赶他们离开 艾利亚还想留下追问卡加的事 丹尼尔表示 现在不是时候 说吧 便带着艾利亚离开 路上遇到队长 把情况告知 艾利亚希望队长能够搜查 二狗所住的房间 从队长的反应上来看 他和二狗之间来往密切 队长让艾利亚两人先走 自己则跑去二狗住地 即便是队长 面对二狗圈下了界限 也是不敢上前 队长招呼二狗出来谈谈 得知卡加并不在这里 队长带着一行人离开森林 准备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让其离开这里 几人表示拒绝 不找到同伴谁也不会走 尤其是麦克斯 执意要弄清楚真相 队长也是无奈 只能将人暂时送回去 丹尼尔他们 则在脱皮村周边 继续寻找卡加的下落 丹尼尔无意间来到一片坟地 并用手机拍下墓碑上死者的照片 另一边 艾莉亚在帮老夫人打水过程中 遇到一个老太太 对方脖子上 正挂着卡加的黄色手帕 艾莉亚随即上前询问 老太太望着她 神情紧张地说道 很久之前 我们是不是见过 艾莉亚一脸疑惑 毕竟她可以肯定 两人从来没见过 没想到 下一秒 老太太语出惊人 表示几十年前 他们曾见过 并且两人还是朋友 此话一出 艾莉亚被整得云里乌里 摸不着头脑 艾莉亚试图回首帕 却遭到老太太的激烈反抗 接着 老太太便转身回到家 艾莉亚尾碎而至 却发现老太太不见了 这时 一只恶犬冲上来 将艾莉亚扑倒 至此艾莉亚情况不明 画面一转 来到丹尼尔这边 她拿着拍到照片 回到老夫人家里 却发现老夫人的丈夫 全是墓碑上的死者 丹尼尔质问对方 是不是死了 后者则反着告诉丹尼尔 她也死了 现场气氛诡异起来 索尼尔让丹尼尔冷静下来 他们都是活生生存在的人 丹尼尔见状 拿出手机拍摄的照片 发现墓碑上的死者照片 居然都变成了他们几个 这诡异的场景 令人无法做出解释 老夫人告诉丹尼尔 他们都死了 眼下这里就像是一个过渡的地方 一般人都无法第一时间理解 这时 丹尼尔准备带着身旁的索尼尔 逃离这里 没想到 对方就抓住他的头 将其摁到桌上 下一秒 丹尼尔从床上忽然惊醒 难道说刚才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梦 丹尼尔起身 发现屋里空无一人 这时 麦克斯外出归来 丹尼尔拿出墓碑上的照片 向麦克斯说明刚才的情况 麦克斯不相信 随家带着丹尼尔 打开老夫人丈夫的房门 床上空空如也 一旁放着一只会说话的鹦鹉 两人就这样 跟鹦鹉玩了一下午 索尼尔则被带去了修导院 与神父见面 起见 神父帮他完成了心愿 见到了已失的姐姐 以前他跟父亲争吵 就是因为姐姐 索尼尔来此的心愿 便是重新见一见姐姐 现在死去之人重新复活 索尼尔的兴奋之心 溢于言表 他想带姐姐走 对方却无法离开现在的房间 索尼尔意识到了什么 飞速逃离现场 找到老夫人询问情况 得知姐姐目前身体较弱 还不能离开这里 随后 老夫人带着索尼尔 回到村落当中 接下来 导演将画面给到艾莉娅 她从铁笼中醒来 外面就是狂飞的恶劝 这时 铁笼外传来一丝声响 艾莉娅拿着手电 向着声响为之照去 只见一个恐怖人脸 出现在眼前 把她吓了一跳 很显然 艾莉娅能活下来 全靠她的帮助 与此同时 麦克斯回到老夫人家 发现艾莉娅也不见了 再次四处寻找 来到一间房屋前 这里住着少女小美 跟她精神失常的母亲 麦克斯被小美深深吸引 想要了解 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小美却表现出抗拒 最终 麦克斯被对方赶了出来 这一下刻后 卡加没找到 又丢了个艾莉娅 第二天 麦克斯继续出门寻找艾莉娅 却遇到了 带着卡加手帕的老太太 对方一见到麦克斯 立马扑上来 眼神中满是暧昧之情 从老太太的举动中 能够分辨出来 她似乎是老去的卡加 麦克斯将老太太赶走 对方从身上 吊出卡加的手帕 麦克斯见状 急忙跟进老太太家 想问个明白 结果不出意外的 老太太又消失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麦克斯认为 老太太只盯时 在森林里捡到的手帕 在得知森林中二狗的存在后 执意要前去调查一番 认为卡加就在她手上 其实麦克斯之所以 对这件事情如此伤心 完全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工作 她要调查清楚聪明的秘密 然后写成一篇爆款新闻 麦克斯来到二狗住所 不顾队长的反对 冲破界限 跑进二狗家中 二狗表示 他会受到主人的惩罚 麦克斯想知道卡加在哪 是不是被这个主人给带走了 二狗一恋邪笑的说道 不用急 主人将会去找他 麦克斯想找到卡加的人 然后离开这里 老白笑着说道 他离不开这里 不管怎么走 最后都还会回到这里 麦克斯如果不信 可以去试一试 索尼亚这边带着丹尼尔 前往修道院 见到了自己的姐姐 死去之人复活时的丹尼尔 难以相信 但姐姐却的确出现在眼前 所以丹尼尔又不得不信 同时也意识到 这个修道院真的会发生奇迹 搞不好自己的脑癌 也能治疗成功 只不过姐姐 不能离开修道院 一离开这里 她便会死亡 与此同时 艾利亚被怪人不停玩弄 等怪人戏弄完艾利亚 后者拿出队长威胁怪人 早晚她都会被人发现 怪人笑道 谁也逃不出这片森林 随后 怪人说出了这里的秘密 原来 怪人跟艾利亚一样 都是外来人 这片森林 由一位主人控制 所有外来人 都只是一枚棋子 等他戏弄完他们 便会出现将其杀害 而那个所谓的队长 其实是主人的操盘手 没有人能够离开这里 怪人作为幸存者逃脱后 主人对他展开追杀 并放火烧了一个村落 怪人侥幸 从火灾中幸存 却落了个毁容的下场 另一边 麦克斯也从二狗跟老白的口中 得知了主人的情况 他走出房屋 告诉队长 他们似乎都是主人的玩物 说吧 麦克斯让队长向上级报告 寻求支援 队长也只是表面答应 麦克斯找到小美 询问村落里 哪里有信号 后者告诉他 修道院后面有一棵大象树 他的上方有信号 就在这时 队长走了进来 小美赶忙闭嘴 队长将麦克斯带走 临走前警告小美 不要向外来人说太多话 故事进行到这里 这片土地的主人 也即将登场 他开着大街 缓缓驶入村落 第一时间找到怪人的位置 安排手下 冲进其住所 下一秒 怪人便与主人的手下 展开激战 混战过程中 艾利亚找到机会 挣脱束缚 从后面偷袭 打倒怪人 然后便踹开窗户 逃了出去 不久 怪人醒过来 也跟着跑出去 可惜没跑多远 他就为主人布下设杀 麦克斯来到修道院后方 只有将手机 抛至空中才有信号 于是 麦克斯编辑了一条短信 抛至空中 发送给主编 寻求对方帮助 他在返回村落的路上 遇到了丹尼尔和索菲亚 就在刚刚 神父当着两人的面 自杀了 所以这个时候 面对麦克斯的出口询问 两人没有心情说任何话 与此同时 艾利亚遭到主人的追杀 他一路奔逃 来到森林 慌乱中 躲进了二狗家中 本来二狗不打算收留他 可当看到艾利亚羞涩可散的模样 是二狗心软了 不顾老白反对 将他藏于家中 结果便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当天晚上 丹尼尔得知小美 知道村落里哪里有型号 随见便找到对方 然后两人稀里糊涂的 打起了扑克 但下一秒 原本年轻漂亮的小美 变成了老太太的模样 加了丹尼尔衣服都没穿 跑回了老夫人家 从小美家出来 丹尼尔精神变得异常 眼下整个小队 只剩下麦克斯 与索尼亚还好好的 两人在老夫人家中用餐 主人找到二狗家 谁能想到 这个主人 居然是之前消射打胖 大胖责怪二狗 居然敢背叛自己 说吧 便让他脱光衣服 把头放在木桩上 让老白亲手处决了他 埃利亚看傻了眼 大胖并不打算放过老白 也让他脱光衣服 老白见情况不妙 光着身子逃离现场 老白逃走后 大胖并没有去追 而是转过头来看向埃利亚 将其抓过来 控制住他 另一边 丹尼尔跑出房间散心 他想要静一静 误打误撞之下 丹尼尔来到修道院 没想到 却在这里碰见了大胖 此刻 神父在大胖的一顿操作下 居然神奇般的复活了 村落里的每个人 都有一段黑历史 大胖将他们安置在这里 并以此作为要挟 控制着这些人 大胖则充当着制裁者的角色 肆意对他们进行屠杀 很快 丹尼尔被大胖发现 前者见自己无法逃脱 便哀求大胖放过自己 后者见状嘴角上摇 只要他听自己的话 大胖便放丹尼尔离开 并且还治好他的病 就在两人说话间 丹尼尔老挨发作 晕了过去 大胖出手将其治愈 丹尼尔在难以置信中苏醒过来 随后 大胖将艾利亚拉出来 摁到木桩上 让丹尼尔杀了他 只要杀掉艾利亚 丹尼尔便能够带人离开 他接过斧头却下不去手 于是 大胖言语控制丹尼尔 将斧头挥下去 送走了艾利亚 大胖让丹尼尔将其他人带到此处来 丹尼尔回到村落 要带着索尼尔 跟麦克斯前往修导院 麦克斯在丹尼尔销舍这一段时间里 通过各种方式 终于发现了村庄的秘密 在村庄周围有一家化工厂 工厂排出的废水 流入了村庄的河流里 而废水中存有置换物质 因此他们眼前的一切全都是幻觉 并且有人在策划他们的死亡 这个人便是大胖 他是化工厂的高层 因为工厂生产的都是火箭燃料 所以国家对此地发生的事 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村落的原住民 大部分都受到幻觉影响 不同程度的受到伤害 每当有外来人 饮用完村落水源 出现幻觉后 大胖便会开启自己的猎杀游戏 这也是为什么 索尼亚姐姐会复活的原因 那完全就是幻觉 一切无法解释的事情 也全是幻觉 麦克斯了解到这些 跑到修道院后面 将情况告诉领导 没想到下一秒队长出现 麦克斯一晃声 手机从高处掉落 被队长捡了起来 随后队长将麦克斯 带到修道院里 在这里进行着一场盛大的午餐 所有人都出现在这里 具体哪些是幻觉出现的人 哪些是真实存在的人 反正我是没整明白 麦克斯把情况告诉索尼亚后 拽着他便开车逃跑 经过一番其次 还是被大胖堵住 大胖准备将麦克斯带回去处决 关键时刻 想明白一切丹尼尔 突然清醒了过来 只见了掏出螺丝刀 活活捅死大胖 跟着一脚油门冲进湖里 与大胖一起葬身湖底 影片最后 只有索尼亚和麦克斯逃离这里 不过关于脱皮村的故事 并没有就此结束 它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片名脱皮村 一不二一年上映的悬疑额绝 披着幻觉的外表 肆无忌惮地演绎 不管之前挖过了什么坑 最后都用幻觉来解释 让人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也有可能是我艺术细胞不够 看不懂导演想要表达的生意 如果你对此剧感兴趣 可以去找原片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